这几天维特克斯坦火了 不过就算维特克斯坦全下做梦 也梦不到自己是被来自遥远东方的一条狼唱火的 这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 更谈不上哲学思辨 幼鸟马虎这种拆子梗是算命先生的专长 他适合江湖维学和郭德纲相声 至于维学性和艺术性我个人认为毫无价值 创作者之所以把维特克斯坦引入歌词 是因为维特克斯坦在现代语言学发展上的标志性地位 创作者指桑骂槐,指东打西,指鸟为基的风格 也正是维特克斯坦一生智力探讨的问题 那就是模糊的语言让传统哲学走入了死胡同 这导致了行人上学的消亡 维特克斯坦认为 一个人如果想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就必须给自己的词汇做清晰的定义 维特克斯坦想对语言完成一次救赎 但是却意外终结了行人上学 他用极端的确凿无疑的语言努力抵达一个事实 那就是凡是能够说出来的都可以被清晰地说出来 但是这首歌却让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东西方思想为什么有着如此巨大的分歧 这和东西方的语言文字有没有实际的关系 语言是文字的本体 而文字是语言的表象 我们来看汉字 很多人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 其实象形文字仅仅是汉字中很少的一部分 大量的汉字则是形声 会议 转注 假界等等 他们早就脱离了单纯的象形 和高度抽象化 高度概括化的汉字相比 西方的字母文字则走向了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精准的路 因为要精准表达 所以西方的单词越来越多 越来越长 比如现在的英文单词应超过了80万个 以后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汉字这种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 和西方日渐走向复杂的字母文字 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 这让东西方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观念 东方走向抽象 概括和融合 而西方则产生了精准的概念 细化的知识 以及严谨的逻辑 汉字的抽象性概括性 让东方更强调融合而非区分 从本体论来说 东方人擅长把看上去不相容的事物融为一体 他们擅长产视不同事物的内在统一性 比如老子用一个道 就囊括了人类所能表达的所有自然规律 而庄子的奇物论则是抽离出事物的差异 它高度归纳出事物的内在统一性 所谓奇物就是把事物对齐统一 从知识层面来说 东方强调人们需要遵从宽广的伦理规范 以此来消除人们对具体事物的观念冲突 所以也对东方来说 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有能力消除一个清晰的概念 并把它融合到一个统一的概念中 比如下面这句话 不管是湖南人湖北人都是龙的传人 这里也就用龙的传人统一了两个概念 东方的思想家深知 精趣的定义往往会带来分歧 而要消除这种分歧 就要消除概念的精确性 东方这种对清晰概念的融合 让概念有了统一性 它有利于带来更强的价值认同 但却不利于产生精准的知识 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而西方的字母文字则不同 他们更加注重词语的精准性 比如你读维特克斯坦或者康德的作品 会发现他们会对自己的概念 做出精准的定义 只有你在它定义的方位内 才可以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 因为要精准地界定概念和范畴 所以西方擅长以形式逻辑推到结论 他们认为逻辑是发现真理的基本武器 而逻辑的本质就是精准地确定 概念 概念 范畴以及结论 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带来清晰的认知 这种以精准逻辑考察事物的思考方式 成为西方人的主要特征 所以西方在概念分析 知识深化 学科发展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比如现代科学 现代医学 就是这种精准思想的常物